有一句话叫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所以恋爱谈到结婚的程度 那就幸福的结了吧 而求婚的形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送花 满地的蜡烛 突袭 指引约会地点等等 但是这年头真爱无敌 创意可贵 有一位北京的小伙子的创意就挺特别的 因为别人求婚送花 而他送了一束猫 就是这位小伙了 手里捧着一群活生生的小猫 只是包固成一束花的形状 好几时呢 站在女友的单位门口后着 小猫还不停地爬出来 探出头 瞧瞧外面的世界 白乎乎 毛茸茸的 实在是可爱 除此之外 接下来的属于正常程序论 女友出现 音乐响起 横幅拉开 小猫送上 求婚成功了 据说现在这几只猫正幸福慵懒地 躺在女孩和朋友们的家里 这是成功的案例 而且没有造成危险性 不过前两天 长州的一位小伙子有些离谱了 为了求爱 竟然爬上了电塔 但是呢 女方就是不肯出来 结果小伙子被电击 当场坠落身亡 所以说呢 爱情有时候挺疯狂的 但您得理智一点 否则后果挺严重的 不过有一位网友呢 就提供了一个求婚成功的实力 听着简单 但特别的朴实 男方为女方生嘛 女方回答 生 于是呢 成了 结了 所以说感情好 形势真的不重要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